12月25日晚,浙江卫视全新音乐节目《闪光的乐队》迎来首播 27位音乐人相聚,他们将用三个月的时间 与其他音乐人组成乐队的形式,共同演唱经典歌曲 经过多轮公演舞台,最终会组成一支闪光的乐队 浙江卫视这次打造的全新音宗《闪光的乐队》与以往节目不同 而这档节目的嘉宾阵容与很多音宗节目相比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无论是咖位还是流量都有,可以说吸引了无数网友的眼球 首期节目的分组是按照各位音乐人的音乐风格而分组 而在所有人演唱结束后,进行了第一次自主分组 分别是两人一组和三人一组 虽然分组结果没有播出,但由于是录播节目 并且在官方短视频宣传视频中早也透露出了分组情况 从分组情况来看,张碧晨选择成人之美 王静雯获得最好资源 首期舞台表演结束后 根据各位歌手,互选挑选出了六位队长 他们分别是张震月、萧敬腾、杨成林、梁龙、李玉刚和王林凯、小鬼 他们六人率先选择自己心仪的人进行组队 很多网友认为萧敬腾会选择刚刚与另一档节目 《我们的歌中》合作的张碧晨 就连张碧晨本人也充满了信心 但最终萧敬腾却没有选择张碧晨 而是选择了胡宇童遭到了拒绝 遭到拒绝后无法再次选人 在队长选人结束后 张碧晨提议与萧敬腾组队 但萧敬腾各种原因 导致失去了最后三人组合的机会 就在没有组队成功的嘉宾显然尴尬的时刻 张碧晨主动站了出来 他选择成人之美 他让萧敬腾选择自己想要合作的王林凯 自己选择和周晓鸥合作 而在后面采访中 张碧晨则表示 自己和萧敬腾周晓鸥都很熟悉 而萧敬腾又想选择王林凯 所以自己选择与周晓鸥合作 成全萧敬腾与王林凯 在这也可以看出张碧晨的情商非常高 轻松化解了尴尬场面 如果说张碧晨情商非常高 那么与他一样 在中国好声音走出的王敬文可以说 获得了最好的资源 这档节目最大牌是张碧 而张碧却选择了资历最浅的王敬文 一起合作 王敬文是今年中国好声音的学员 他在参加节目期间受到了很多争议 但在节目结束后 他的资源最好 这次与张碧合作 可以说是节目组有意的安排 因为从张碧选择他的原因就可以看出 当问到张碧为何选择王敬文时 张楚一直支支吾吾 说不出所以然来 最后他给出的回复是 我没听过他写的歌 就是我想象他 他的歌应该很不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一边说一边始终的憋 一个字一个字的憋 具尴尬的表情 可以看出他很难找出合作理由 一旁的张亚东直接帮他来了一句 因为跟你说话的方式比较像全场笑翻 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王敬文多次失误后就支支吾吾 可以说张亚东是有关注王敬文 闪光音乐人们的音乐社交之旅即将开始 王敬文与张楚的合作能够带来怎样的舞台 还是非常期待